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David 政經緯 非常高興 星期四的這個時間 我們在空中見面了 因為不能說上午 中午 下午 因為我們的觀眾遍佈全世界 這就是我們節目的特色 對不對 當然有朋友說希望我們的節目 做越短越小 對不對 因為現在一定要越短越小 大家越方便 但是這種國際大事 如果把它碎片化 我也可以告訴各位 對不對 像大家譬如說昨天的話題 我說美國總統特朗普 還會繼續連任 完了 夠短了 對不對 但是大家一定會有疑問 所以昨天花了25分鐘左右 跟大家細說分明 這個也是我們節目的特色 我們觀眾就是喜歡追根究底 知道事情的背後 今天要跟各位談的是 美國大選全球關注的系列報導 好不好 我們算連續吧 因為坦白講也沒幾天 下個禮拜呢 11月3號就是星期二的時候呢 美國時間呢 就要進行這個算是國會大選 那當然最多要等到12月多了 那個選舉人去投票了 那個是法律上的所謂百分之百確定 但是11月3號我們這個算亞洲時間 是11月4號 新西蘭時間呢 可能在已經是下午了 星期三的下午 我們就應該可以知道 美國總統的這個最後大概 在西岸加州開完票的結果 大概應該換句話講 等於是美西時間晚上的9點 北京時間的禮拜四中午 大概12點左右 答案就出來了 好 那大家關注美國總統大選 今天想跟各位來談的 不是意識形態 我們要談的是 美國可不可能發生第二次內戰 現在美國是一個比較罕見的國家 曾經發生內戰 就是南北戰爭 當時講的雖然是為了廢奴 但廢奴實際上是一個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南北之間的矛盾 當然跟美國移民歷史有一定的關係 因為北方比較有一些礦產 煤 鐵 所以它的煉鋼業比較發達 南方是富裕的平原 尤其密西西比河這一帶 那需要農田 種什麼棉花 那時候大家需要棉花 需要這些玉米什麼種 都在這一帶 當時沒有機械 所以需要勞動力 那就從非洲引進了大量的奴隸 來到了美洲大陸 那是美國獨立之前的200年當中的歷史 就是家家都蓄奴 而且奴隸的地位 感覺到就是我去超商買了一部吸塵器的概念 對不對 不是超商 你去電器行買了一個吸塵器的概念 吸塵器幹嘛幫你吸地做家事 那時候黑奴就是那種概念 它是東西 對不對 那有時候人家罵人嘛 說你不是東西 實際上呢 當時黑奴真的被那些奴隸主視為是一個東西 不是人類 那當然呢 在南北戰爭 這個 不好意思 每次都要展開講一下 不然不講背景 這個對不起大家 好 那講到就是這個南北戰爭 南北戰爭當時是一個意識形態 南北之間的矛盾 大家甚至都希望呢 還吵過說 你北邊建一個國吧 我南邊建一個國 反正美國孤土那麼大對不對 那你的那邊的語言 那個就不能說語言 那邊的文化經濟跟我們都不一樣 那實際上嚴格來說 在南北戰爭的時候 這個南方還算蠻有錢的 所以那時候後來跟這個聯邦政府對打 當然輸了對不對 格蘭特將軍把那個堅諾利給打敗了 對不對 堅諾利當年那兩邊的那些將軍 都是堅諾利的學生 對不對 那堅諾利你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他是南軍的這個司令官 戰敗的時候投降 那個北邊的格蘭特將軍 為了就是說 因為覺得對他很尊敬 雖然你是我的對手 可是你可以不下馬 這個就是一種尊敬 當然各位如果去過美國國會山莊 你還會發現 這個美國每個州 可以推兩個偉人 放在國會殿堂有雕像 那堅諾利呢 如果照某一些國家來講 他是叛軍司令嘛 可是在美國國會山莊 各位可以看到堅諾利的雕像 就代表美國啊 對於那一次的內戰是非常的後悔 對不對 就自家兄弟 對不對 打自家兄弟 那個打到後來 戈蘭特將軍他們是屠城啊 對不對 那個也蠻狠的啊 這個從來不打仗 哪有什麼斯文的 那怎麼叫戰爭呢 不要搞錯 戰爭沒有斯文的 都是很殘忍的 那當然在那次內戰之後 美國人就一直記住一件事 我們不能再有內戰 但是如今2020年的美國 看來啊 又要發生內戰了 此話整說 各位稍稍回憶一下 2016年 美國總統大選開票之後 對不對 抗議民眾上街 我們外國人啊 看美國人啊 總覺得說 他們就是在一些不滿的 小異一小撮群眾上街抗議 對不對 希拉里的支持者 特朗普的支持者 互相上街 但過一陣子也就過了 特朗普就當了總統 在隔年2017年的1月宣誓就任 但是在特朗普就任的這四年當中 他不斷的對於保守主義的態度啊 極度的支持 美國呢 在過去不特別明顯的 這個右跟左 慢慢開始兩極化 左邊的更左 右邊的更右 尤其是呢 特朗普在第一次電視辯論會的時候 曾經呢 這個有人就是這個主持人提問 說你要不要對啊 這個一個白人至上組織叫驕傲男孩啊 要不要譴責他們 對不對 因為他們在街上開槍啊 殺人嘛 那特朗普呢 只有叫他們stand by 叫他們退後stand by 並沒有意思就是說 你也可以解釋說特朗普說 可以可以你們自己退後退後 但他加句stand by 在英文的意思跟中文的意思大家都懂嘛 對不對 就是你們都回來待命 待命的概念是什麼 還要出發 所以這個 連總統的態度 都讓這些 那些比較極右人士啊 突然呢 好像拿到了上方寶劍 對不對 總統都沒資深啊 總統也等於是叫我們只是stand by啊 對不對 讓我們退後 然後stand by在這邊 那幹嘛 再前進嘛 所以這個美國呢 就可以看得出來呢 右翼態度在相對上升的時候 左翼啊 也開始在上升了 左翼的這些 那些激進團體 我們講的是激進啊 我講的是比較激進的 不是那種 只是說我支持 中間偏右的政黨 或中間偏左的 它慢慢兩極化 各位如果有注意到 歐洲啊 在過去這幾年 比如說法國 那個勒庞的國民陣線 德國的另類選擇 荷蘭 比利時 奧地利都有 又極右翼的團體啊 浮上了檯面 甚至進入了國會 這種保守主義 極右翼的力量抬頭 那當然如果你在歐洲 倒沒有那麼明顯 當然那些人是因為 譬如說難民問題啊 歐洲的經濟衰弱啊 把這些歸咎於這個難民啊 當時不是中那個 從就是敘利亞啊 後來從黎巴嫩這邊 沿著巴爾幹半島 一直跑到歐洲 當時默克爾說 只要難民進入德國 我們德國都收 那個後來當然 讓那個白人至上組織 更有那個理由啊 去那個進行抗議 甚至喔 在德國就德東啊 現在叫德東 當年東德 有一些足球比賽的時候啊 只要對方的球員 裡面有那種有色人種啊 譬如說當年 譬如說英國嘛 或法國 他們當年在 在這個非洲都有殖民地 就會有那種 怎麼講 有人叫這個 就是這個 等於是他們 就像巴黎 法國很多黑人 他們實際上是已經 在法國出生了三代的人 只是因為當年殖民地 對不對 他們從非洲來到巴黎 那這種人如果去踢球 到了德國喔 我有看到那個畫面 看台上的那個 德東的觀眾啊 全部站起來 行什麼禮呢 理論上 我不能比給各位看 就是希特勒啊 當年行的舉手禮 因為我如果舉那個禮呢 搞不好我們這視頻 會被限留 所以各位就知道 希特勒當年行什麼禮 全場通通站起來 對不對 高舉右手 在那邊 對不對 那是一種什麼 不是跟那些有色人種致敬 是一種抗議的形式 對不對 那你現在如果在家裡 你可以舉一下 沒人看 但是在很多國家 尤其在德國都明文規定喔 如果你照相在景點 你行舉手禮 警察給你開罰單 下次如果這個疫情啊 沒有不流行的時候 各位要去德國旅遊啊 記住千萬不能在德國公共場合 行納粹舉手禮啊 這個 小心這個啊 好 那當然我們就講到美國 回到美國講 美國現在極右極左的問題啊 越來越嚴重 尤其是最近密西根州啊 應該是密西根州 前陣子各位有注意到呢 抓到了30多個人 他們要幹嘛呢 他們有一個計劃 要去綁架州長 因為他們覺得州長啊 在疫情嚴峻的時候 沒有控制好疫情 沒有加大政府的力量 限制人民的行動 讓疫情蔓延 所以呢 這一次呢他們準備啊 就是要去綁架州長 他們還有更大的計劃 準備動員200個人啊 衝到華盛頓特區啊 進去綁架國會議員 各位常看到 因為美國有這個民兵制度啊 因為憲法修正案 第二條允許美國人擁槍 那這些人呢 就雜牌軍嘛 穿著自己買的衣服 自己買的槍 拿著上在著街上 所以密西根州的 這個選舉委員會啊 就做了一個規定 州啊 州政府的規定 在11月3號當天 禁止任何密西根州的人 持槍前往投票站 好 這個很清楚了嘛 對不對 因為你不能讓去投票的人 有恐懼感 雖然呢 合法 你可以持槍 但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去投票 門口站著一個白人 拿一個槍 用一種憤怒的眼神看著你 你搞不好說我回家 我不投了 所以呢 這個密西根州啊 就做了一個這個決定 好 那沒完咧 這批人呢 就一撞呢 就告到了這個密西根州的法院啊 說啊 他們抗告 說啊 這個違反憲法修正案第二條 人民有持槍的自由 抵觸啊 這個行政命令不可以這樣規定啊 就居然法官喔 居然法官在昨天呢 重新做了一個判決 允許密西根州居民 在11月3號當天 可以持槍站在投票站的外面 說跟憲法抵觸啊 行政命令無效 但是法官後面有彈書啊 有四個地方 你們不可以 那個有投票站的話 你們也不能去 醫院 學校 圖書館 還有一個地方是 教堂 可能會變成臨時投票站 如果這個地方有投票站 你們不能持槍站的呢 但四個以外 可以 所以就是顯示出呢 現在美國的司法制度 甚至也在慢慢靠右了 對不對 行政命令啊 當然跟憲法是不可以抵觸 但是行政命令 是有現實的考量 譬如說他們剛剛 這些極右人士 才計畫綁架州長 對不對 這一頭馬上就動手 這個都是 這個感覺判決又變成那樣 所以美國在大選之後 會不會發生 所謂的內戰 現在讓大家比較擔憂的是 美國總統特朗普啊 對於是否認輸這件事情 至今喔 連白宮發言人 都不確定 都講得含含糊糊 對不對 那如果特朗普在11月3號 當天晚上不認輸 一般慣例啦 大概你知道大勢已去啊 輸方啊 過去在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 輸的這個候選人 會打電話 恭喜勝利的對手 這是一種 這個身世風格吧 對不對 大家君子之爭 我選輸你 我很有風度 打電話恭喜你啊 但有的人說呢 這一次特朗普啊 絕對不會恭喜啊 不會說去福氣啊 但是就現在民調來講 但我聽到的大概百分之九十九吧 都說拜登要贏啊 當然我昨天的說法是我個人的觀點 我的觀察啊 民調 但用民調來解釋是 好像 最最合理嗎 因為有一個依據嘛 但是我昨天所講的是 觀察的是一種 意識形態 選民很難講啊 選民的民意 他在投票的時候是誰都看不到 不具名投票 他圈誰不圈誰 跟他出來跟別人講 那是不一樣的 他可能在這邊大罵特朗普進去 他勾特朗普一票 你都不知道啊 對不對 有些人為了在朋友當中不要當另類 人家罵特朗普 他跟著罵罵罵 然後進去勾特朗普一票 都有可能 所以呢 這種矛盾當他不斷的攀升的時候 美國內部的這種意識形態 極左極右啊 他慢慢會讓美國更加的矛盾更深 慢慢分裂 那當然呢 白人至上 像什麼當年的3K黨 都會復活啊 對不對 對有色人種的歧視 少數民族移民這些的排斥 這個都是讓美國慢慢走向 一個分裂的地步 所以換句話講 有人就說啊 2021年 誰當美國總統啊 會拿到一個全世界最大的爛攤子 就是什麼 美國 要解決問題喔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疫情 種族矛盾 經濟復甦 光這三樣 就是一個超級大爛攤子 對不對 如何振興經濟 如何控制疫情 如何呢 還有還有一個中國 對不對 怎麼去面對中國 所以呢 2021年啊 這個誰贏啊 誰投大 搞不好呢 誰輸啊 還偷笑 但是話又講回來 美國今天會走到這個地步啊 也不能否認 因為歷屆美國總統 我們不要講遠啊 羅斯福講二戰後 羅斯福啊 那杜魯門接任的杜魯門 到艾森豪肯尼迪 甚至呢特朗普 我們講五個美國總統 曾經都提過 說呢 這個 當然沒有講得很明 但是就覺得 在政府之後 還有一個看不見的黑手 在控制所有的官僚系統 有人翻成中文啊 叫深 城 政府 就比較deep的意思啊 深淺的深 樓層的層 深層政府啊 深層政府啊 至於各位常常想 當每四年一次 換官不換利 對不對 總統走了 旁邊部長一大掛 走了 但是各位不要忘 這些利啊 還在 對不對 換官不換利 利 他做一輩子啊 他都在那 在過去呢 長時間在這種過程中 美國基本上是一個軍工複合體啊 所有的軍工都是民間企業啊 從戰鬥機到航空母艦 沒有軍工廠啊 美國沒有軍用的什麼造船廠 軍用什麼飛機製造公司 沒有全部是民間 大家投標 美國做戰機是怎麼做 譬如說呢美國國防部 提一個我們要做第六代戰機 把我們的要求開出來 有沒有人要申請 要申請可以 我審批 你這個案子啊 大概我有興趣接受 我讓你 我撥一筆錢給你 你做一架 非給我看 能不能達標 對不對 可能譬如說幾千萬 我給你了 如果第一撥了 先幾百萬 你設計圖子 同意你再做一架 我覺得 這個設計圖非常好 做 做一架啊 什麼給軍方展示 軍方滿意了對不對 訂單就去 萬一 軍方不滿意 譬如說三架坐 三架飛機 但訂單只能下一架 那另外兩架 就沒了 對不對 所以美國是這種 軍工制度 但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管你總統換誰啊 對不對 我生意要做 對不對 官員走了 這些官員利益還在 所以這種慢慢的一種 權力結合啊 包含了有財政方面的 情報方面的 軍工複合體 政治人物 還有呢 廣大的力 好不好 因為官都換一批了嘛 所以曾經他們講 2017年啊 特朗普剛剛接任總統的時候 任命這些聯邦官員 叫不動啊 叫不動啊 下面根本不理你 架空你 對不對 所以把他氣死了 換人啊 怎麼辦 他指的 不是我應該是 指的是那些利 指的是那些官員的利 所以看得出來呢 有人很生氣啊 當然呢 這個 換官不換利 深層政府這件事情呢 這個 這個 為什麼我會笑呢 因為我們導播在笑 所以 所以我受感染啊 心情很愉悅嘛 因為今天日子真的很特別 11月29號 這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對我人生來講 很特別的日子 當然我今天最高興的一件事 也願意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升格做爺爺了 非常高興我的兒媳婦呢 今天生了一個孫女 所以呢 這個 把我的喜悅跟大家分享 這個怎麼突然繞那去 因為今天實在這件事情 讓我是最高興的一件事 但是我不能30分鐘呢 我跟大家分享我喜悅的心情 還是要講一些枯燥的政治 枯燥政治 最深層政府 有沒有控制 有沒有控制美國政府 各位就去想想看 對不對 觀察一下 在下方留言 對不對 您覺得有沒有一個看不見的黑手 正在控制美國走向一個 極右翼的政府 歡迎在下方留言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趕快訂閱喔 我們前進的速度很快喔 我們正在朝26樓前進 就差你一個訂閱 我們就要上26樓囉 加油加油加油 我會努力 好嗎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順利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空中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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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